我覺得不是麻煩 我覺得是有點憤怒 為什麼是憤怒 直接去到那個地點 你又不做功課 你又不知道 然後你又在那裏說 然後阿Lo就走了 你是誰 現在有什麼話題 劉健基 你好 我是Kolin 大家好 今天我們想和大家聊一下 近期可能有一部份的家長都跌入迷惘 正式就是我多入 迷惘 你卻再大快動 子女報道學校為家長帶來的五大煩惱 唉 真慘 先說一下海量的學校資訊 分析學校背景資訊有多少呢 有很多家長比較緊張 選選幼稚園的時候已經為小學鋪一個路 有很多都會選擇了一些一條龍的服務 我自己個人為例 就是這件事 說回都很幾年前 因為我女六歲 說如果報幼稚園也很幾年前 那時候我太太的理念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要報一些一條龍的幼稚園 大家知道一條龍通常都是一些挺好的學校 而且他拿著一個宗旨 就是說如果你要去見小學 有很多學生的東西你要準備 雖然他經常說不用 但你夾在那裡 不過你不要夾那麼多 那一種吧 我們不看的 但是你要去學 就是你的表情要做得很漂亮 有一些名校 據我所知 真的只是學術的東西要你坐在一個學上過半小時 你想想一個小朋友怎樣坐過半小時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想大家也知道其實真的要這樣做 但是我老婆那時候說的一件事 到現在我覺得很有道理的 就是要去幼稚園是不需要的 因為要去幼稚園的時候 當然是兩歲幾年 基本上個個都平等的 兩歲幾年 天生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確是一件事 就是見幼稚園比較容易 尤其是你見一些名牌學校也好 就是他們邁到來 就是你的小朋友乖不乖 聽不聽話 會不會到處走 就是比較相對地會簡單 尤其是沒有那麼學術性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剛才第一件的煩惱 就是你要了解學校的背景 有些學校其實你首先就要看自己大V小V 有些學校你要手下風 但是剛才好像基仔所說 要小朋友怎樣去分 坐不坐得定 有沒有禮貌 是不是一個開心果 還是坐在那裡很乖 其實也有些學校會特定想選一些這樣的學生 但是又不代表全校都會是那些學生 因為一間學校要平衡一點 就是多方面發展 有些學生是要Active的 有些就要靜一點的 才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沒錯 還有其實如果大家有細心去讀 這些幼稚園和小學之間一些微妙的關係 看看他們的那些派位 看到我好蒙嗎 為什麼這麼有趣 每一年某一些名校 就是幼稚園出名的學校 他們去升某些小學派位的人數的比例 一向都是這樣的 可能10%就會去這一間 10%去那間 10%去哪間 所以為什麼剛才我提及 可能什麼小朋友 什麼性格都可以融入在一間的幼稚園裡面 因為可能那間小學就要這類的學生 這間要那類的 所以在這些名校或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派到這幾間平衡小學 就好像你進來 大部分都去到平衡小學 會有少少這些微妙的關係 但是那個海量的資訊 是不是真的每一個假掌都能夠吸收呢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讀書人的話 根本都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都挺吃力 第二 報極學校都覺得是不足夠的 這個就是很多家長是曬欄的 都不用問吧 曬欄 我報10間 然後說 我帶你報你報15間 就是是鬥多的 我那時候的經歷就好一點 因為我報了其實7間 我已經在這裡不斷怨了 我要作7篇文 然後要填7張方 然後又要記 又要很多這些卡卡的東西 我說不用不用報那麼多 我說不用的 到我後期跟一些朋友說 你報那麼少嗎 夠的 那樣 我說不是吧 原來有些真的報20間 這麼誇張 我就差不多差不多 有十幾二十間的報 為什麼 因為你始終會擔心 究竟它收不收你 還有它是一個分時段的交表 你交完是幾個月後才進行 你根本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收 我也有些面試是做不到的 還有有些 譬如有些太太 她們喜歡開一些群組的時候 就會說 你報到考到這間 你就用來做backup 然後你就要aggressive 報一些再好一點 那你就會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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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 媽媽就會覺得吃虧 或者翌日睡醒後會後悔 早知那時候報了 可能入寧 然後大了就有點後悔 但是當然去報多少間 其實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你的朋友都很好 起碼他會告訴你 我真的要報二十間 但是有些不是的 有些是告訴你 報了但是沒有跟你說 我報?你報那麼多嗎? 我報兩間而已 其實報了二十間 他就這麼多競爭對手 這個現在Colin你比較麻煩 報學校要剪片 弄照考家長 我那時候報其實就不需要 幼稚園很多就不需要這件事 我搞不是麻煩 我也是有點憤怒 什麼是憤怒 我簡直是去到那個地點 現在由於疫情 我們都很明白 由以往只是交表 交譜表 接著等first in 就演變為 現在是交了表之後 學校就會傳回一些東西給你 告訴你你要交片 大家可以接受收片的時間有不同 有些有一兩個月時間 有些只有一個星期時間 一個星期你要 但內容是怎樣 首先我告訴大家 我現在收到的東西是甚麼 要中文自我介紹 英文自我介紹 普通話自我介紹 英文講故事 中文講故事 才藝表演 接著要你的生活的東西 要有你考到甚麼 我可以用一個很專業的角度跟你說 還沒有 明白 我可以用一個很專業的角度跟你說 我當年Intel 世界入GVB 都不需要這樣 是離譜得很緊要 需要這樣嗎 都有一些時間上 每間學校有不同的 你變成了好像 你In 7 間就少了 有些In 20 間就怎樣 這個就不用了 這個就不用了 不是交 譬如說我中文講故事 中文講故事 或者中文介紹 這樣是分四五條片交 你用Mixing 買一條 有些Mixing 總數 一些要三分一條 四分五分內 加起來會是怎樣 你不可以說我拍一次就搞定 即你有很多不同版本 沒錯 有很多不同版本 剪很多不同版本 內容也要有很多變化 因為有些是說你自己 有些是要介紹你家人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 我能否統一了 即我都要做PPT去面試 即是In小額的時候 因為我不是In很多間 因為我已經有 剪個底下比較 所以就再想去一些好一點 所以當時我都做了PPT 但沒有你那麼複雜 即是不需要那麼多版本 例如說自己的報告 報告也有很多細分 即是你要獨立給業務 有些就要給四頁 有些又要指定你要做到兩頁的雙鏈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你在考驗家長們的電腦技巧 拍攝剪片的能力 以及財力 所以衍生了很多專業的人 就是要給其他人去搞 但給其他人去搞 你也要搞好一個小朋友 你要他在這裏說三分鐘贏 怎樣說呢 對嗎 相當困難 有否因為這樣的情況 令到一些夫妻的爭拗次數上升呢 這個就真的要配合了 我想不多或少都有 例如有些例如說我平手 好像你說我平手給太太 但他又會覺得你不懂 你配合他又會覺得你不懂 對呀 所以沒辦法 這件事有分工 譬如選哪些學校 就他就選了 那你不要提出異議 當然我試過提出異議 就是糟糕了 然後他就說你又不做功課 你又不知 然後你又在這裏說 然後又生氣就走了 你又要我填 那你真是懶惰上身 總之他叫你做 你就做 你做完後期的事 之前怎樣決定找學校的就交給他 但當中一定有磨擦 因為你會怨的 我又要上班 我又要做很多這些事 咦咦咦 然後他又說 你不算好 你這些算少的 別人那些怎樣怎樣 一定有 你這班公司 你試試對著一天 吐血 那些很多這些事 我知道 然後問題就是 子女因為疲倦不合作 就像剛才所說 你要去拍攝 其實現在恆常已經有一些 要上書 縮減了大量的學習時間 變了其實又會多了一些媽媽 或者爸爸 他們都會選擇 為子女報其他事 去補不足 因為擔心就上到小一 是頂不住的 再加上 如果還要上拍攝 還要讓你拍攝 去補足一天 尤其是 比如說 爸爸媽媽都要在這裡的時間 可能只有大八六日拍 是 一拍 即是那天是一個煎熬日 又或者如果你付錢 別人來拍的話 變成終計 是 你爭取到時間 便可以爭取到 但你明明跟他 職業時他可以的 但叫他正經拍的時候 他就在那裡 嘻嘻 或者是忘記了 但忘記了 人知常情 是這麼小的 這些片段 我相信很難拍的 雖然我不喜歡拍這件事 但譬如我們要準備 因爭取到 也要跟他做很多職業 例如說 你要模仿先生會問你什麼問題 然後你給他準備答案 他去到便會認識 就跟你做職業 我沒有那次 所以通常在尤其那段時間 爸爸的大腿通常都是瘀的 我只會不斷 我無疑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會選擇我們這個松尼學校 因為松尼學校 因為他的理念其實是很適合我的 尤其是以兄弟為本 上下一心 在疫情之下 仍然希望找工作給兄弟做 我覺得這件事是無眼可擊的 亦是我最想做的 祝大家子女找到一間好學校 放下心頭大石 馬刀工程